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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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今天的正方江西财经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共享单车应该享用不受取押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之求至 真理不求 去不守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允工允能 心然有庞 金轮道 日清月异 古户人海一相逢 反方一变 南开大学徐家豪 反方二变 南开大学徐家豪 反方三变 南开大学王林 反方四变 南开大学龚胜超斯坦代表 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学社定位队 两对所持观点不一 他们将如何论证 几方观点呢 首先有请正方一变 开废议论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县主席 各位好 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评确一下 今天变体的背景 2017年8月 国家十余各政府部门联合发表 鼓励互联网苏令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了我国共享单车 满足了公众出行需求 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交通出行 最后公立问题 并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固件绿色租行体系等方面 发挥了不及其的作用 在国家经济推行的前提下 国防认为应该收取自由不下 一 共享单车收取押金有其正当性 指导意见明确认定 共享单车属于租赁行业 同时策略了押金持的管理方案 此举即是认可了其合法性的证明 押金作为一种市场习惯下形成的债务担保 租赁行业收取押金是法律付予期的传例 符合市场规律 二 共享单车收取押金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 担保法司法显示中明确规定 致传人及单车企业有传收取 质押财产的资息 目前押金租金预付款是单车公司三大主要收益项目 然而因市场测贴力不大且单车损毁率居高不下 使得企业在运营板块中呈现负义率状态 按照第三方金融激动天风震串的行业研究报告 摩拜每辆单车的年净准率为-150基元 一年亏损5.49亿 在这种情况下 押金就成为了期 业务中盈利效果较好的板块 仍以伙伴为例 去年其活跃的用户为7000万 若企业将押金放在银行专有账户进行结构性存款 押金的80%按3.5%的年化收益率进行收取 其余的20%以活期存款的账户形式 收取0.35%的利息 就产生了6.35%的利息 这对于目前处于竞争状态下的企业而言 对于其盈利能力 就有强有力的补充 帮助其发展 基于以上两点 我方认为今天不仅应该收也应该合理的收 对此 我方根据国家单独的指导意见 提出几点的措施 一 提高行业准度文価 对于要求收取用户押金的经营者 要取得中国人银行既有关行政部门的许可 二 设置专用账户 要求企业与第三方银行达成协议 设置专用的专款账户管理押金 企业需要将押金总数的20%放入准备金账户 以保证用户急用即退 三 经期用户协议 企业必须在用户协议中明确押金利息的归属 四 明确监管主体 由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进行银行账户监管 定期检查 保证装款专用 对于违规企业进行警告 严重者处于罚款或者吊销一页执照 基于战口方认为 能够通过制度上的完善 会避掉现有共享单车收取押金 对用户带来的风险 整体上看来 共享单车收取押金必大于弊 故应该推行 谢谢 谢谢 感谢正方一变 下面有请 反方二变质询正方一变 回答方只能作答不能打断 质询方可以打断 但被质询方每次发言有五秒保护时间 双方共计是两分钟 有请 谢谢 接下来一个前提 就是通过您帮助我们可以看出来 您帮助今天考虑的也是基本在于企业的利益 对吧 不理所谓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行业 它存在对于企业 对于社会 对于企业来说 都是接受的事 对 我认为 我反而也认为 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收入是非常有利益的 我确认一下 一方基本上的利益场是在于 这个东西能收上一笔钱 对吧 没有问题 对就是收上一笔钱 但也确认一下 一方这个设计说 这个押金本身不能用最多能用利息 对 对 我刚才讲到 好我理解 我刚才听说 您说这个 就是它利息收入有利益是很算贩的 就 请你摩拜一家为例 按照它目前的活跃用户七千万 再让它99到100 你摩拜一家标准 哪个价值 你说这个利率是315是哪个银行的 315是北京银行的那个 是定期 是定期 哦它不是定期 不算 它是 是还是不是 的确 是 对 我刚才认为这个年准基准利率是315是 就是银行定期是315的 对 好问题 然后是哪里方是从国际 对 也就是我确认一下 如果说今天我方发现 这件事情的收押金的成本 会远比它带来收一遭 我方得这种问题吧 嗯 那你方评论 那收押金究竟要付出多大 对 所以基本上 你方只是告诉我 这件事情可以带一笔钱 但这件事情本身 不能够认得你方立场 你方我需要比较 就是本身收押金这件事情 带来的成本 我帮你让我收押金 会要付出多少成本 收取押金 是 所以你方是不是也认为 就是今天我们企业 不认识盈利也好 还是它下个发展也好 基本上都要确认 就是它对用户本身的 这种捕捉和利用 对吧 这用户是它整个企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吧 对所以你方强的 好问题 那就确认到这里 以上 感谢车方便手 下面由其反方一面 进行开篇立论 同样时间为3分30年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共享单车是指企业 在校园 公交站点 居民区商业区 公共部署等 提供的分时租赁盈利 非自动车 押金 是租赁人对于 共享单车 公司所提供 公司所提供 公司的担保 我方基于是否有利于 共享单车企业发展的标准认为 共享单车不应该说押金 考虑企业的良性发展 就要分析企业在当下 和未来的领域模式 敏锐地捕捉到其关键因素 而对于共享单车企业来说 盈利模式可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就在于用户 其一 当行共享单车企业 以提供分时租赁服务为主要业务 企业收入是分时租赁租金 用户的多少 会直接影响其行租金收入的多少 由此 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 要求其能够掌握用户资源 覆盖尽可能多的用户 其二 广告盈利 无论是在当下还是未来 都是一块极大的回报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出行方式 广告价值在于其广泛的收入群体 所以用户的多少会贴影响广告收入 其三 共享单车企业的本质 是互联网经济的一种 共享单车会是一个连接广大用户 承载于城市交通信息的端口 通过进入这种由广大用户创造的端口 可以进行数据收集 挖掘 计算 在未来 创造具有强大经济效益的盈利模式 在这个层面上 对于互联网端口来说 用户流量不是它的生命线 用户的多少 直接肯定了这个作用 能否得到发挥 而受押金 客观上是用户获取租赁的一个阻碍因素 会影响用户对于共享单车的局势 而用户数量的变化 直接关系到上述盈利模式 能否得到有效发挥 而免压 如果能够带来用户的增长 则是一本惯例 首先 通过哈勒单车企业为后台 入测数据的实时监控 发现已经完成信息填写 提交身份证 验证等过程的用户 到加金的环节会大量减少 比例达40% 也就是说 在用户的注册过程中 数量 在提交加金环节 呈现断牙式重点 哈勒单车CEO 杨贼称 对于我们来说 这么大量的用户流失 是很大的损失 而就其背后的原因 正如服务营销大师 克里斯蒂格·鲁鲁斯所说的 在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抛析说 服务的职能质量 及或取服务的途径 是否得到优化 极大的影响 用户的消费选择 而受押金 是用户直接获取 共享单车助力部的险阻阻碍 故直接导致用户的流失 黄论大量的潜在客户 反观现实 据新京报的报道 哈勒单车 尝试免压二十多个城市之后 效果立竿见影 用户数带来百分之四十的增长 这让哈勒单车和芝麻信用 都有信心去尝试开启全国的免压 而在实际推行全国免压之后 其用户数上涨百分之七十 日定单上涨百分之五十 OPPO联合创始人张思滨 向界面新闻表示 OPPO在杭州 上海 免压厅厅之后 百分之三十的订单 都是从免厅厅厅过来 作为孙时租赁服务 平台和互联网经济新兴的 共享单车企业 若想好好发展 不得不正式锁定用户的 战略 重要战略地位 而在免压大潮火热推进 免压企业蒸蒸直上 国家大力推进免压政策的趋势下 收取押金 或者是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 综上所述 我方认为 共享单车不应该收押金 感谢反方一变 下面有请正方二变 质询反方一变 规则同上 双方共计是两分钟 有请 有请两变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这个数据可以内向来源吗 就是除了洋美CEO 除了COO韩美透露的 这个有没有某一个第三方 涨了40%的数据 你说的是 提升 就是用户量的提升 就是洋美它自己一个 对 所以所有数据出于 出自哈罗丹车 就是本公司的人可清楚之一 第二一个 它是不是只针对哈罗丹车 上升了40% 它缴纳费用 那个期间 它不信任 是不是跟哈罗丹车 这一个公司 它的信誉有关系 如果是offer和膜拜 大家更信任它 在这一环节损失的用户 可不可能会更低 对 对 所以只有哈罗一个 不足以概括全个市场 第二一个 今天您刚讲的 上升了40% 我方了解到到12月份底 offer开始取消了约卡 就是第一 亿元的约卡 二月份 摩拜也取消了 然而这个时候 哈罗一个人 在卖着两元一个月的约卡 这一个因素 会不会跟上用户上升有关 来 这方面有信不了 上国际 我们有offer的设计 下面的课计 offer也有设计提升 所以不只让哈罗丹车的企业 再来 这方面 您就不要说 就是所以没有解释 有其他因素吗 再有一个因素 在这个期间 它的铺车量 从50万上升到60万 升到了500万 铺车量的增加 有没有可能导致 它用户上升 来 这方面 我们这个因果关系 是 对 所以没有解释因果关系 第三一个 今天民方逻辑上效果 如果说今天我免压了 它会带来增加 而民方需要的事件 是全部免压 对不对 来 这方面有下一个问题 不要一直常见我 我们要透彩的事情 再去证明了 这是在基底上是有支持的 基底上 但是你没有给我排除 排除其他的因素吗 然后今天逻辑上 民方全面免压的时候 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 存不存在 我们就是为了 让企业做好和行业 全部的良心发展 所以他们是一致的 再来是 好的 时间到 谢谢 下面将进入到 知询小节 首先又请反方二遍 就刚才的知询做小节 时间为1分30秒 有请 谢谢 我想在标准上 我从而可以拿成共识 就是我们主要是去看待 这件事情 对于企业或者房间的利弊 而民方没有今天提出来的利 说本来就只有一个 那我可以用押金收上一笔钱 但是你要明确 这笔钱 你不能用押金本身 你使用押金产生的资期 而这份资期的风险 民方必须要论证 它可控 民方告诉我 说这个资期呢 我可以一部分存定期 一部分存活期 但我好奇的事情是 当我去取钱的时候 民方这部分存的定期 将如何被成功的取福 如果产生几对风险 这部分民方是怎么规律的 民方必须要给我方解释 同时民方这个定期存多少年 如果是存两年 如果你的基础率 因此都不改变的话 如果这百分之十 这达这百分之二十就被取走的话 这部分的前提方又如何 又如何回应 这些这些的话需要解释 再来民方对我方的质疑是两点 第一件事就是我方没有控制变压 第一件事就是我方没有控制变压 第二件我方说的很明确 我方恰是控制变压 为什么 因为本身后 号单车他们自己在后台做了一个测算 这件事情本身是号单车这个主体 它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其他改变 只是 我一开始记录到这个页面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本身是 是记录到来 但后来我发现 需要消费变压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用户量有个骤软的下跌 再加上从事实上来讲 当它免牙签之后 这个订单出来 一下子就从 就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然后用的需要上涨了百分之七十 所以两层认证 都可以对他民方的这个 所谓的控制变压 作为这件事情 民方所谓提到的 就是说 是不是只有号单车这个地方 我给你解释 小黄车 哦哦 他没有测算 当它免牙签的时候 他用户的定单量 我想说 所以免牙签这种情况 不止进化 以上 好的 下面有请正方二边坐小结 时间同样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好来解释定期活期的问题 今天我们讲的定期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跟你妈妈挺过钱吗 就小孩子可能不太理财这方面 我们在银行存钱有定期 我们许三年 我们觉得子息可能比较能够挣到钱 为什么要留百分之二十的活期 就在于我们要应对流动性的一个退款 百分之二十 我妈认为已经足够支撑 在整个运营行业当中 就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退款情况 再者对于定期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划分为若干的小部分 比如说一千万 如果我真的百分之二十都挪不过来的时候 我一千万取出来 那只有那一千万作为国薪带来季期 取出来 对您怀疑的那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的问题 我能取出来 只是我取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定期的利息了 是国薪的利息 但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 来解释宁邦的问题 您方无非是讲说有百分之七十的订单的上涨量还是怎样 但是一方面我们讲的有其他因素的一个作用 再者您说您控制了电量有后台的数据 可我方了解到的是什么 是用户对于压金的敏感性质不高的 在准时的因素里面那只排到第七 所以我方认为给它带来的便捷性是更重要的 所以对压子的敏感度压根不高 再者看您方铺设了程式的一点 说实话坦白讲 你没有压金这一个东西 它也会有很多用户被吸引 为什么您推广的是三次线程式好不好 我们offer和膜拜主打的是一二线程式 三次线程式本来就没有单身 不管你推出下什么样的情况 它都会有很多人来骑 所以您方修计实际上有多大的增量 对于会碾压这一行为 您方就把安全的证 谢谢 感谢双方二辩 下面将进行短平相接的一对一对变 对面环节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 便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 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至时间用尽为止 有请双方四辩进行对变 时间为各为一分三十秒 由正方开始 好 感谢双方表 今天您方认为 免压之后会带来用户数量的增加 请问您方有没有告诉我们 用户到底是有多在意这笔押金 来影响它使用过散单车 用户很在意 因为我们发现 无论是哈罗还是小博 确实就是因为用户在意它 所以免压之后用户上来了 一方我会是说 有其他因素没有考虑 现在第一个因素 一方说是投放的城市 而是我方的数据是显示 原本就已经投放了那些车的二三线城市 然后哈罗单车之前收了押金 后来免得压金用户上了百分之四十 这个可以再控制了吧 来一段片我方告诉您了 哈罗单车本身的用户基础就很小 是OFO的百分之十 所以只要它增加投放量 就可能带来用户的增长 其实再问您了 您方认证用户在押金的数据在哪 没听到 没有 就是我方有 就是您方别说了 是有多少多少的用户 它只过是排在第七位而已 但不代表它不重要 而且我方数据显示 确实用户就是因此而做出了改变 所以首先第一个 排放二三线城市的变量控制了 另外一个比方是 它是在说 它图放量小 可是我们也有数据显示 哈罗虽然不如小黄 可原先也有计量的图放量 这个基础多大了 来到没有跟您说的 您方指出哈罗说自己控制了变量 我想请问哈罗要融资 它说自己控制变量了 谁来证明 其次再问您 今天您方的数据我方告诉您 用户最在意的这个共产单车的影响因素 押金仅排在第七位 那既然它没有那么在意押金 现在欧外风跟摩拜收押金都有三亿用户 告诉我不收 怎么就会像您方所说的 一定会带来像您百分之四十那么多的增长 您方指在说有卡更重要 不能认证这个不重要 就好像我最在意爱情 不代表我次要我在意的辩论就不重要 那再往下 我方指两个变量都已经控制了 第三个变量是月卡的问题 而我们的 就是我们所解释的哈罗的那个单车 它的月卡是在2017年11月 当时小黄和摩拜也在也在收月卡 首先三个变量都控制了 另外一个您关于它的成绩问题 可是当时的数据本来就是哈罗单车 它为了测试 我到底收押金还是不收押金的 它是为了自己做一个测试来制定自己的决策 它有没有自己骗自己自欺欺人吗 哪一方没有 您方控制变量非常搞笑 您告诉我哈罗在收月卡 Oi4也在收月卡 然后您比较哈罗自己增长多少 您方这个控制变量有问题吧 其次再请教您了 今天是您方来认证 今天不收押金之后 一定会带来一个物量增长 其次您方今天需要用信用来代替押金吗 是啊 所以我方也说了嘛 他们的变量都控制了 另外一个您方出来信誉的 人家不会自欺欺人 而我方减少了40%的数据会带来什么 我方计算一下 你想黄车为例 好的 咱方实际上 今天您方用信用来代替押金 那您方既然这么代替在意用物量 那我想请问 知道信用65分以上的人有 65分以上的人有多少 您是否能够覆盖到您方所说的所有的用户 以上 好的 感谢双方四便 对别环节之后 我们将进入盘问环节 由盘问方三便盘问对方一二四便 答便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答便方不进入总时间 而知识方有权在五秒保护时间结束后 打断答便方发言 对盘问方时间为一分三十秒 首先有请正方三便盘问反方便手 好 谢谢 来 先问第一个问题 先问EBS 我们是不是在比较一个谁的好处更大 对吧 明方就通过增加用户样 我方就通过收取自息来说 对吧 对 我刚刚说的是 对吗 不是 来问一下二边哪里不对 你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的比较是 我们这边是自息收入 而你们那边是通过用户增长 给携带来的价值 对吧 一个是现在这个租金转型 后来已经装置在 我方是觉得在 其实在二边的区域 你放二边区域一定能够 对 来问一下四点 请直接告诉我明方的这个 所谓的用户增长 给明方带来的广告价值 还有明方的流量和收入 带来的具体的金额 明方能够在设算下 能够带来多少收益呢 四个 第一个是租金的收益 就是机型费 我方算了有十亿 OK 你方告诉我多少 我方知道你一年老年 铁的有四个答应 有四个方面 你方告诉我多少 我再说呀 第一个就是机型费 我方算了 会损失十亿多 为怎么算呢 好 这个我们是以小黄说为例 就是小黄说 就是它有七千多万的机型用户 我觉得 其实可能明方也说不太清楚 我再说一下 我再说一下 然后先解释一下 您的这个您可以说 广告收入和流量收入这一块 您方有测算吗 有 也有 首先机型费 这个就是我可以解释 然后再来广告收入 广告也有测量 就是我们真嫌有 有投放一个公共指引车 它的用户量很低 可是在杭州一个城市 就一年就四千了 所以我们说一下 现在小黄车 就是它们的投放量量 已经这么高了 所以全国这么多城市 一年也会有 也会有 就是几个亿 或者甚至十亿的广告收入 也有可能 但是他们有区别的数据 就只需要我帮忙是吧 好 没事 那个 没事 等一下您方可以慢慢再论 来 这一天才先回到这 您方不要给我一个确切的 我能够确信的 或者说有准确数据来 没有 我直接再说一下 再问一下一遍 问您刚刚那个问题 如果整个行业我都免押金了 那您方这个用户量的增长 还会像您刚说的 有百分之四十这么多吗 来 这方面我说 首先这个市场 不是您发起来 那个零合不利 其实有很多市场 还没有保护 您刚刚没有听到我的意思 来 二个月回答一下 我知道哈喽 单车它在免押金 有百分之四十的用户增长 什么增长呢 从别的企业那来的对吧 当整个行业都免押金的时候 你这部分用户的增长一样 是不是有百分之四十这么多 一个问题错了 当整个行业都免押金 你的公司不会免押金 那你公司就受损 来 问一下四点 在您方的立场下 您方所希望的那个世界 是不是整个行业都不收押金的那个世界 所以整个行业都不收押金 所以我帮你讲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收押金 那你都会损失十几个亿 所以大家都不应该收 那我问一下 那我问一下 再 我请问一下一遍 那在整个行业都不收押金的世界 怎么会出现有某个企业会收押金 就是您方所市场的这个世界里 来 我们要看现状 在这个世界不够收押金了吧 所以你会对自己的企业能损失 所以对企业来讲 就要收押金 你再给整个行业 逃避到那两十万里 应该收 最后我给您论证 您论证 好 当前这个社会 我们都知道 这个市场是个贵宝贝的市场 对 就另外也是二三年市场 您方看到 我还有多少的市场 能贵宝贝吗 好的 时间到 游行 反方三变 谈问正方一二四变 好 感谢主席 首先因为其他四变 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方所说 您方现在赚到六个人的资金收入 您方告诉我 您方的年利率是3.5% 结构系统 对吧 对 好我想问你是存多少年的 达到利率3.5%呢 我方今天是按照北京银行 当年的这个3.5%的银行 我问的是存多少年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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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方确定存80%的钱 三年存银行里 还能保证用户退的时候 用户到20% 我方认为 可能会有弄不退的时候 他可能会退不出来 可是我为了赚这笔钱 我就可以去报这个货险了 对 没有我方想的是 我们也有20% 所以您方确认给我 认证现在有巨多的人 超过20%来退 我帮您方出来 再走向我 打断一下 所以就是您方说 您方觉得这20%是OK的 一边我问一下 您方这20% 有没有任何 在这件事情上 他不会一起退的参考 我就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了 比如说今天确实有超过那么多的人 去退下了 而你的钱被压带了银行里 原本如果100%之前只是生活期的话 你急追击去 即便他都去退 你也仍然可以保险他 可是现在 你把80%的钱存上了利益 这个时候我去退的时候 反而给我这个公司带来了 资金危机 地方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来 今天银行把钱带着去二三十年 就带些收不住的回来 今天这个百分价 是带着有个期望的 对 你没有搞清楚 您存的是押金 不是您捡自己的钱 这个押金 你是没有钱 你支配吧 是随时他会 你随时要管 我问的是 因为我存款 你还应该随时取决是退 因为那是银行 来 二连再回答我一次 二连再回答我一次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今天原本 如果你这个钱 在银行里存的是活期的话 当我用不去退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它退还的 可是现在变成定期 你退不出来 就是让企业 其他的利益去退还 会不会给你大家资金的风险 特别 我觉得您刚对定期的理解有误 我不知道定期也能拿出来 让我收完 您是不是能拿出来 能拿出来 但是我拿出来的时候 利息就变成活期了 我存定期 只会让他利息高一点而已 并且您帮一直没有给我论证 您身边七小黄色的亲 我发现了有人退押金吗 还应该实质性的问题 所以看出来了 您确定的利益 是活期利率带来的利益 而你不确定的利益 是你论证出来的利益 是你那个六亿元 可是如果按照活期利益 就是保证的利益 每年0.3%的话 您收入只有几千万 所以您可以 您的时间到五分钟 感谢双方列手 下面请正方翻遍 进行单位小结 时间为一尊三十秒 留期 好 先生 我先解释 第一点点 因为其实我刚想听到 他方在他方增长用户量的基础上 能够带来的收益具体有多少 那么其实他方说的有四个外院 其实我有个叫做租金的一个收入 我方还是比较想清楚您方说 我可以具体的论下租金 就是为什么会有十亿的损失 如果你减少这份用户的话 其次就是我很理解您方说的 这个广告费用 这个流量费用 这些是现在最热门的词 我们要做端口 我们要做流量 但可是具体的用户增长 您方能带来的一套受益 您方还需要去论着 我说您方和我方怎么进行一个比较 来 接下来再看 您方其实举的最多数据 是哈喽单车的那个例子 我方知道 这些大概有好几个关于哈喽单车 有COO的说法 有COO的说法 他们对他们的美压度都很有信心 这个COO原来的说法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然后这个台面也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那我就想问一下 首先这些企业 我为了融资 难道我还不会给出一个正向的 正向的一个数据出来 难道我还可以给一个比较微博的数据出来吗 那肯定是要让投资者有信心的 对吧 就是其次 单用哈喽单车来的论度 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哈喽单车比较特殊 首先 它的用户 它的用户基数是比较小的 它基本上只有OFO 摩拜的百分之十的一个用户基数 所以它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那很可能 其实OFO和摩拜 是不可能增长这么多的 其次 就是哈喽单车其实在三四线程式开拓 那它在这个三四线程式开拓 很显然 它也不像OFO和摩拜 那一二十的效果 下面有请 反方翻面进行 谈位小节 时间同样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好感谢主席 您放在月底再想 我们先来看钱这个问题 钱您可以跟我聊一种存法 一种是利益一种是活气的 您放一个六亿的收入 是按照80%的存定性 而且是存五年的利率 算出来的六亿元 就是存五年 你不能保证这个钱 在用户基数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退还给它 可是你作为这个企业 你收取的既然是保证金 你是有义务 在它想退还的时候 一定要退还给它的 所以现在您放可见的利率 您放可见的一定的确讨的利益 是按照活气来存 这个利益是几千万 而您放六亿只是画一个大笔 并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六亿的钱 就一定能实践 而我们说损失的钱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只用了活跃用户 而且我们举的例子是offer 最后大家请注意一下 我们举的是offer 不是hello 再算钱就用 我放两个算 给您举offer好吧 我们是用的活跃用户 不是注册用户 活跃用户7千万 按照每个人一周只骑一次的车 一周只骑一次车 这已经不太可能了 非常小的意义 一年算下来损失是多少 损失是14.2亿 也就是说当你流出30%的用户的时候 你租金收入下来是14.2亿 所以您放的钱也是比不过的 再来您放说 我们为什么会用户上涨 不见你这个 我放说没有更多变量 这是他为了做出 我是不是要碾压 来获取企业范利的这个决策的时候 自己做了一个测算 他虽然骗自己说 其实这个决策对我是没有好处的 但我就骗自己 就是这样宣布一下 但是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放是控制着变量的 而且您放说 hello他的成长是容易的 第一 我放在hello 这个自动成长的这个比例 现在比起来后 都已经有三千万的用户基础了 不是一个很老的数据 第二 OFO是在上海行中 这两个已经市场已经非常完善 而且它已经用力量非常的很难增长 而且就是OFO快在那儿3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用户经常是确然的 谢谢 感谢双方三面 下面将进入自由面环节 本环节中 发言面手握坐即时为发言结束 另一方发言开始的即时标志 另一方店手必须紧接着发言 若有间隙 累计进时 照常进行 同一方面手的发言自识不现 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也可以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 双方各计14分钟 首先由正方开始 好的 没有意思 要逼问我们一个退押金的问题 很巧 我方算的也是七千万的一个活跃用户 您刚刚都讲的是活跃用户 这是我经常用 经常用的人会经常退押金吗 我经常退 但也有几堆的风险 每个企业都要面对 所以尼方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再往下 那不是比钱了 我方算了 就以小黄车为例 然后他 就是先修改一个 刚才数据的口误 这小黄车 在2017年3月的时候 他显示 就在上海和广州 那个杭州和上海 他也确实增大了43% 而我方算出来了 会因此而损失14.4亿 所以14.4亿是1.0的损失要多 来 对方Bill 今天领方既然这么在意用户对领方的这个利益 那您告诉我 今天用信用体系来代替押金之后 有多少用户满足领方所说的650分之大信用体系以上呢 是这样子的 用户之所以他如果不满足信用体系 我帮他起 这是我忠贤管货 我当然要 让更多用户加入到我的大阵营来 但不代表我不错 忠贤管货 然后你方能不能够我方比一下 其实我方现在虚弱你方这个6 6亿元 是告诉你说 按照你方这个不管货的情况下 你最多才能到6亿元 那现在我方 呃 书家庭的解释 是14.4亿元 你方怎么比 14.4 您管有没有考虑用户增加了 第一个 要么你车的磨损增加 那你的维修费用有没有去管 再一个 要么是你投换的车的数量增加 那你车的成本有没有算 这一部分的如果没有算 那你方不诚意 再来一个 刚才你方说到一个收益的问题 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都是用的两块钱的月盘 你的哈罗还是什么 这个两块钱你的租金怎么增长 你是负向的吧 首先我方给你算的是 一个人一周 只给你算一次 我方也可以把这个一家很少 制度有14.4个月 再来说 你方告诉我说什么呢 就是你的优务不多 那你的企业的投入也要多 你维修什么也多 可是整体企业的价格是要好事啊 企业八五多用户来用我自己车 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阿六 您方之所以认为用户这个对企业也好 是因为挣钱 那这笔钱 您方必须把成本算上 那就是用户增加之后 给你带来成本多少的增加 来跟我比较一下 是不是真的就是用户多了 成本增加之后 您方还能够盈利 其次告诉我您方既然风险管控了 650分以下用户不算 那这部分用户损失的话 您方有没有比较 是这样 其实650分以下的用户怎么办呢 你可以就是多花钱 你比如现在是2月卡 那么你就没有购买2月卡的资格了 所以也不代表它不配其行 只是要有一定的损失 另外一个 你制度能够让150的要下调一点 很多人认会不合理 这还有一个问题 我方损失了14.2亿 就算算上您方的成本 别比您方 嗯 接近您方的三倍啊 这这个 就是接近10亿的成本 怎么也回来了 这个钱您方收拾能 您方怎么比 好像没有下调一点 好好 下调一点性是降低一点的 这样一点性能怎么会上升一点呢 这个账怎么算 对方没有 我今天这个30% 40% 就是在他用新铁区之后 也会有那么一小时 您方所收入650以下的地方 可是我们今天就按照650分释放 还能释放出来 43%和40%的人 所以就说这个其实并不会 并不会是我们不受压力中 根本没有人能骑着这个车了 您方这个只是一个揣色 还想请问您的就是 您方现在您方只是告诉我说 我觉得这样大概是OK的 可是对方没有 我这不管是我说的是保证机 是不能大概的对方 所以您方告诉我说 您方这个定期一定能 肯定可以取出来 来 定期存款可以取出来 不会影响资金流动 来 您方告诉我今天这个40% 正常是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部分用户 需要从一个企业圈 另一个企业来 今天整个行业都免压之后 一个企业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 而且您方今天告诉我说 您方要增加用户的使用费用 增加使用费用的时候 试试会降低用户的数量 您方有没有比较 对是这样 我们降低用的信用费 主要让更多的人愿意过来 所以我们方的人数 这个40%的人数 不会再少 除了更多 另外一个 民方我非常感兴 就是其他出有损耗 而即便有损耗 可是每年死耗戏也就依然得益 所以把它翻一位 那我仍然是比民方多 所以钱里方比不过了 根换方不止算钱 我们还说了 有未来可能现实不可控的 就是现实看不到利益 可是未来发展前景很大的 比如说广告也 如果说没有人 你的广告商 谁来来投你了 这个广告的利益 您方算不算 没有 我方意思是什么 是今天你租金 只有哈罗一个单说 他在两元免费期吗 在他不在这个之后 大家都恢复正常了 这个时候你的客户流失是多少 您方要不要给我算 他会不会又恢复到其他 大家都是共同的一样子 这样的情况 所以您方这个利益 你就没有正常 首先两元月卡这东西 我发展前 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第二您方告诉我 如果大家都不说压心 您方是不是用不含的事了 当然了 大家都不收压心 用不就不上了 可是那时候我方十方有点得正了 我方讲的是 在当一个模拟的模型之下 大家都会扔取 不收压心 这时候如果你收压心 差点是您方的利益会受损 那么我回答一下 我方问题 广告业收入 它也是基本上用不过的数量考量 这个问题您方怎么算 按照您方的逻辑 现在offer和摩拜 它就不应该有上升的趋势了 可是对我方是了解到 offer每日登场 用户人数是35万 摩拜是15万 为什么按照您方的逻辑 我方的这两个 他的app 他的使用用户还是在增加 不对特别 首先我方二边的意思是 当然 首先如果您方觉得 我们现在都不出来 就很OK 这本身就是我方的立场 其次就是 现在这广告业的市场 是没有宝盒的 它仍然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是要让它形成一个完全市场的时候 台所见的地方 所做的这种子消避展的情况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反映出来是用户的意愿 以它行为的影响 所以即将大家都不受压进了 就是不受压进面证 总比受压进的状态 我们用户的整体基础是要更大的 按照您方所说 这件事根本立国立民 这么环保边际 难道您不希望它的基础变大吗 还是要喜欢您方所提的这个广告 其实大数字的利益 这个可不是按人头算 就是广告要不要投给你 就是广告 大数字要不要买你的数据 可完全是来自这个用户就是大分销 在这点上 您方还有什么回应吗 来广告和流量 其实我可以慢慢想 先把这个资金算清楚 首先我方告诉您 在二维咨词下面 2018到2019年 我每一年的用户增速 其实只有百 就是整个一个市场容量的扩张 最多只有14.6%到17.5% 您方那个40% 您顶多 您为什么能够排除 就是从别的鞋 鞋到我一个鞋 我方是问您在整个行业 都不受压这个情况下 您的这个增长还有多少 其次按照您的算法 就算是7000万的 7000万的活跃用户 我给您个2000万的增速 每周不说只吸一次 那么一年大概是起个16次 每就是每一年大概有个16次 16次一元 我问您 您那14.2亿怎么算的 最多也是三亿元 您那怎么算是14.2亿 给我算一下 您方说以前增长速度慢 是因为小方说 大概就是从北大校外里走出来 他只放在一些大城市 人家里他已经开始做他所有的城市了 所以增速不会抑制他以前一样小 要不要我方说 这个增长速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2016年的时候 它的增速 增速大概是百分之四百七 到了2017年是百分之六百三十二 但是到了18年的时候 这个市场已经去饱和 所以它的增长 整个市场都只有百分之 或者百分之十四点六 所以我方很激进 您未来的一个增速 再来您对于算的那个 算的那几价 我方下面的算法也只有三亿 您方的14.4亿怎么算的 我刚才给您解释 然后你还不听 而且您方不愿意 才会有其他别人的影响吧 可是我说其他别人会变 一个收一个不收 不收你收 然后多了6.7亿 光您方一直没有解决过 二个问题 你方解决不了 那么再看大数据营销 就是就是很多发言人 他都表示未来共产当时 共产当时 共产当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盈利方式 说想要大数据专口 然后收集中够的信息 以此来做交易 可是如果没有人起疑 这个方面是不是也受影响 您方怎么解决 好呃 您的广告是一个 要很难以来的 比如说哈喽单车 好了 现在马云爸爸这个开启 也是我们看到出生居然 都是马云爸爸的收入 就是他投资商给他的 另外谁给他保贸 暂时说到的一个 嗯 不好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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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继续发言 我解决那个三点多 你怎么算少了 七千万每个量 千万的活跃用户量 总不算少吧 其次在那个 两千万的活跃用户之下 他说每周期一次 那么每个人 一年大概就是十个十六次 十六次 每年大概就是几个十六次啊 三百六十除一个七 其实有了七十多次 OK 那我来说一下 我用这个算法 他就刚才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支持上的 一个单证级别啊 还有其他的 其要论这个仗 五方的收益 应该更大 感谢双方统绝的自由辩论 下面将记录本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环节 首先有请 反方四边 为反方做总结成词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首先第一个认证义务 就是不要不要认识再说 那大家都不收 你放心吧 大家都不收 就是五方政治的沉密了 五方希望这样 而大家都不收的时候 你还收 那么你就会损失 所以如果大家都不收 那么你收 那你不会挣钱 所以无论如果是收和不收 会产生这个差距 就是我房子的证 第二个没有实在证 整个行业 那大家都不收 林芳姐说了嘛 就是不仅对于企业 对于整个行业 它会吸引一部分 吸引人进入 进入到市场 而这也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好处 所以你放这两点攻击 攻击不到我方的立场 再来对方没有 今天实际跟我方一样 你想做一个利弊比调 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怎么样对于它的角色来更好 而对于一个企业 它会吸引这样的东西 一个是现实 我可以收到的金钱的利益 我要来算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是我未来的发展 我的未来这些 应该去往何方 而在我去往未来的方向上面 我应该做到什么 我要怎样才能把控我的未来 而这两个我们喷进来理一下 雕妙首先 雕妙的力数只在第一个点 就是他们做双刷来6.1 以前我爸也说了 这是你算的最多的情况 而如果为了解决几类风险 可能还得到6.1 可是我方觉得没关系 就按6.1算好了 可是我方也算了 然后我方也算了 如果这时候40%的用户减少 它会就以小黄成为例 它会带来14.4亿的损失 然后为什么我方和您方数据产生分析 是因为您方的2000万的活用户不对 西建案本身就是活跃动物 您爸也说了 您方算的数据也是以7.2的活跃动物算的 所以你把它算成2000万当然少了 而那7.2算就是14.4亿 我方也解释过很多次了 另外一个用户真的会减少 我方也说了 他确实是减少这么多 三个变量控制了 而且他这个是白人 自己为了自己调查 我到底要不要 我要不要免牙金 自己做的测试 他不会自欺欺人 所以以前 由于免牙金会带来14.4亿的登场 或者说送牙金会带来14.4亿的损失 而收了牙金收起的利息 其实只有6个亿 今天算你最多 我方算最少 我方只是算2元月卡的情况下 它仍然会有这么多 所以比钱仍然比不过 另外一个是未来 我方说了 我们这个企业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盈利模式 其实不是很健康 所以未来应该不去往何行 什么方向发展的 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在用户更多的时候 有更多企业注意到我的时候 我去投入广告 我方说了 当时那个不准的景气 都没有人知道的公共自行车 它在一个城市都能死钱了 可是你想一下想 现在一小黄身和Moblight 他们的头发量 他们的关注度 一个企业会愿意付多少钱 就算4千万不变 那它也是几亿的收入 而这个东西 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投给你 是因为你的用户多吗 用户减少之后 你的广告数量也会准下 这个东西会损失掉 另外一个是大数据零消 我方说了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人人都在骑小黄车 于是我们可以分析用户的行为 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怎么样 每天哪里堵 哪里不堵 这个东西你可以和政府合作 包括人们经常骑车去哪里 就比如下来里面 我经常去的地方 那广告投放量 它肯定效果最大 所以你可以和那些商家做的效益 而这个大家还算不出来 因为他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 可是所有派人都在说 这个前景非常大 可是你怎么把控这个前景 你要有人呢 为什么现在大数据可能还做出来 这样一刚说了 市场还没有保护 我希望更多的人进来 之后我便有更多的本钱 去跟你谈谈 当我的人变得更多 那么我的数据分析的越重要 那么我这个东西 怎么给我获得利益也就更多 可是怎么把控制的未来 必须要从现在开始 把握每个用户 所以这也是我方想出的 要有个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 用户才是最重要的 民方所谓的那一点点利息 其实没多少 它不过是一个负贷的产品 是不应该为此 而损害了用户 让用户流失 才是这个企业最大的分数 所以实际上可以跟大家说 谢谢 感谢反方思练 有请正方思练 好 谢谢 呃 谢谢对方便 呃 其实今天对方便五分 再跟我们比几个旁门 那我就来看一下呗 今天对方便有告诉我说 对方便有所有的利润 都基于一点 就是今天他认为 不收押金一定会能够带来用户的增长 所以我就来看一下 今天他能从哪一种角度来认识用户增长 所以今天他跟我说 能够带来同类型企业的竞争优势 我方也说了 如果您到畅脑是整个行业免压的话 其实不会有这种优势的 那对方便有分析的是什么 控制变量法 它内部40%的这个用户会增长 我方也认同 在一个理想模型的状态下 控制变量之后 可能确实会因为免压金而带来用户增长 但是我想请问的是 投放到市场上之后 是不是真正能带来40%的用户增长 为什么 因为投放到市场上之后 会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 因为北京上海 杭州 江湖等地 动想单车的数量已经饱和了 企业不让你再投放 所以这种理想模型 到市场上之后 是真的能够带来40% 无方不认 其次 你要考虑到竞争企业的影响 因为即便是欧外和欧外 不收取押金 即便是欧外和欧外 收取押金 他依然会凭借着自己在行业当中的信度 去吸引造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帕洛在免压之后 他自己用户量虽然在增长 但是并没有影响 OIFO和膜拜的用户量增长 所以按照对方表的逻辑 林方对于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体现在哪儿 其次 林方告诉我说能够带来更大的增量空间 而我方不想说的是 现在动想单车行业的人数 就已经达到了三点多亿 林方告诉我 中量空间的人数到底有多大 那当我不收押金之后 其他的这个 因为之前没有骑单车的人 是不是会加入进来 这个人数是多少 我方没有听到 所以林方基于这些不确定的用户增长 是否来说我算一比较 我方认为这个账不成立 其次再往后面 如果用户量真的增长 用户量增长 绝对不是林方今天全程对这种企业 应该取消押金的原因 一般提议说了 为什么应该用户量增长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呢 因为用户对它而言 能够给它带来最大的利益 能够来考量它是不是 我发现用户增长之后 企业必然要带来的是 单车数量的投放增加 而单车数量的投放增加 必然增大它的成本 其次 如果成本增大了 直接影响到每辆单车 年进损一直的是 单次的习行数量 所以如果车增多了 用户也增多了 那它每辆车的行刑次数 到底是增多还是减少 不一定 所以这个数据对方没有 给我们算出来 它怎么能就给我算出来 一个准确的用 每年企业能够增加 多少收入的账呢 那再来 对方想质疑的是 就是我方到底能够出来 这个利息 所以它质疑的唯一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20%到25% 到底用不用来满足用户的 集退集团 我方是怎么算的 今天2017年12月31号的摩拜单车 活跃用户量是7千万 而当时摩拜单车的注册用户 是多少 注册用户是8千万 80%以上的用户 它是活跃用户 总不到所有这80%用户都会退款吧 所以我方有理 我相信20%到25%可以满足用户的方 所以再到后面 对方没有我既然认为 收入账单车的企业 就是应该扩大用户量 但我们认为不是 因为 当购买单车进入市场的时候 它就已经杜绝了一部分 不使用手机的人 不使用支付宝 或者是不使用这些移动支付的人 不能够收账单车 所以对于购买单车的行业而言 用户绝对不是唯一标准 能力人员这些追求的目标 以上 感谢双方次变 那么到这里我们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 就全部结束了 有请双方面手退席 下面 首先有请各位评委 对门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两部分 做出评判 在环节票部分 评委对每个环节分别做出打分判定 并在比赛结束后 上敲环节一条 由工作人员 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进行划算 单一个评委方面上 感应方格多 则视为此位评委 将环节票投与该方 在印象票环节 评委将投出印象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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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ions 要应刘 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根据比赛规则 我们从洋秋洋土伟开始出表 我只能说一下 这场比赛其实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疑惑 我没有觉得这场比赛在说服 我觉得你们两方在争到数学题 而且还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我作为一个数学不是很好的人 听着非常痛苦 所以我投给正方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如果我是一个协议主 或者我是一个数学老师 我会觉得正方讲的东西 相对来说是清楚的 他们讲的东西可能不如反方那么的复杂 但是不管是对数据的举证 阐释运用 还是最后的理论的框架 我会觉得最后 听完整场之后 他们能撑下来的部分 但是我能够心心的理解 听听得到的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判决 我并不认为是因为感到差很多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因为 双方策略选择的问题 问题让我去你的观感 正方的利润其实 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能赚钱 但是这个钱非常的稳定 只要中国不是什么问题 我的前方的银行里 就利息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所以正方的利润的 从头到尾没有 这个根本的推论是没有受到坏房的挑战 然后无非这个是你能赚多赚少的问题 尤其正方其实本来很兴趣的补了 第二点就是我的 压均收取本来有可能出问题 但是我会有诸多的措施 来防止它出问题 但是好像反方也并不认为 压均收取会出问题 好 所以正方的利润 这样的兴趣 我们能赚钱 他们好处能赚6亿 反方讲了什么呢 反方列出一个宏大的框架 说我们的互联网企业的 争议线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共产栏车 第一个用户付费 第二个广告赢得里面 接入端口 这三点全部养断于 我们庞大的用户流量 而我们怎么来用户流量 不说钱 用户就来了 OK 他们在这一点上 举了一大块数据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 是他在车提出 每到提交压金的环节 流失40%的用户 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是 他们取消了压金 改用芝麻信用来评定之后 增加了70%的用户 50%的订单 这是第二个数据 第三个数据是 欧尾尝试的这个方法 在杭州上海里面出了压金 新的病单增长 有30%来自这几个地方 说明效果拔群 这是第三个数据 全场基本上 反方 不要在乐视上 能够使用户变多的 这三个数据 和他们所谓的 不消息 小人 总是用未来这个推论 好 那看正方怎么拆解 关于哈罗战克 基本上正方 非常看不起他们 他们说 这是一家 其家融资的企业 他们讲的故事再好 他们就是讲给 就是资本市场听的 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他们 第一点削弱 就是说 最怕第三方的举证 这是他的ZOZ的断言 这点很帅上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 Ferror 以来也懂 好 但第二点 确实有意思 就是说 他指出说 反方提出的那几个 哈罗战车的 用户和订单 暴增的原因 其实有两个 第一是哈罗战车 本身的回忆用户量 就只有 OPPO或者国外的 存之一 第二个是 那个时候 OPPO跟国外 正好是磕掉了月卡 然后哈罗在 坚定的使用 两元一个月的月卡 所以这时候 此烧比较 可以存在 不同的归因方式 然后第三点 开始提出 即使 它是攻击了一个推论 就是 即使在里面 一个推论当中 十个用户 比较关注的 影响他们的 消费行为的因素里面 压制践性 是排气息 所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换而言之 简单来说 相对来说 比较有力的 动摇了 反方这个 唯一的 这一大块数据 OK 我可以接收 反方可以 留下来的数据 大概就是说 那个推论还剩一些 我确实承认 如果 对我来说的话 少点一个支付链接 那确实会 方便一些 我可以承认 这个在常识上 可以认证 但是hello的数据 确实听起来 没有那么可信 然后ofo的数据 我觉得明显可以成立 但是因为转发 你们后来没有 主要的使用这个数据 所以我 不是很推定 它在里面的方向 认识效果 有多少 然后郑芳提出 另外一个 很有力的质疑 这个质疑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们虽然没有押金 但是你们要说 芝麻薪用650人以上 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个人 为什么用芝麻薪用650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确实 你的用户到底 是会变多还是变少的 你也没有高手 这个陈中国 是不愿意付加仅的人多 还是芝麻薪用分不高的人多 所以在这眼上 其实你的政策本身 也是有问题在限制的 不代表它就一定会增加 OK 其实可能是更方便了一点而已 或者芝麻用户更方便 这也非常符合 投资商的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反方借点受到很大的学友 来看就 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对我来说 就是用户体验非常糟 作为一个评委来说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懂 赶到那个14.4一次算出来的 你们知道了很久的那个阶段性的数据 我全部都可以理解 就是你们说 哎呀 就这方面不要听错了 我们讲的是7000万活跃用户 不是7000万用户里面的 2000万活跃用户 这个我贴到了 你们也不要弄错了 一年不只有16周 把这些政策在面 我也非常的无语 一年最后只有16周 我也突然有50周 但是这个世纪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有7000万活跃用户 以及一年有50周 我就突然多了世纪收入吗 我感觉很公平啊 你知道吗 你突然到处有个世纪收入 如果在第三个变论比赛当中 就我们大家都在讨论很多的价值 推论 举证 类比的时候 我可能这样程度的粗糙的数据 我是可以接受 可惜今天双方都已经在心中匿名算上 买菜一样 几毛钱几毛钱的掰了 你今天突然给我掰 还是不是十几 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我就感觉 我就很难取信 明白吗 所以 而且在这一点上 在正方的从最后变开始到 正方的结变也受到很强大的攻击 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正方一直不攻击 因为从正方的一开始议论就提到了 我们现在在方开车大量的企业是在亏损 你们提了个武器是摩拜还是欧波 是年亏损5.49亿的 对吧 反方你们也说我们现在相信 我们是在亏损 按照这个角度来说 用的人越多 亏了越多 所以你到够那十几亿 哪怕你说 从克兰亚去算出来的 那个叫做营业额 那可不叫做利润 你知道的意思吗 所以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组的 通常按照行业的企业组 或者说我是一个 听数学体的一个老师 我听到这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反方 总体的印象是反方给出的 所有的数据和算法 相对来都是比较模糊的 你们是想努力的往你们那个方向上去靠 但是我确实没有听到 特别有利的论证 所以相比一下 我会觉得正方的那个存钱比较可惜一点 那回到从前这个问题 反正提出了一个治理就是 你们80%的结构性存款 可能是不一定保得住的 但是我觉得这点 这点正方性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20%到25% 是银行给出的一个参考的 那个押金池的活动的区间 你们就算告诉我 有可能会有的时候 异出这个区间 那算下异出多百分之十呢 我不要了 那百分之十我就按照 国际的周易来算 但是绝大多数 只要这个区间的 数据的可信中 你们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动量化 我大概还是可以有 这么一个量值的收益 换而言之 就是 今天是谁提的 应该是感三提的 感三提的没错 就是正方 保证一定会有的收益 虽然国际的百分之0.3万算 可是这是最低收益 因为正常情况下 就是不可能出现我们 用完一代膜白之后 马上把押金移换出来的情况 所以这个押金的利用率 一定不会降低至百分之 就是它周转的灵活性 一定不会降低至百分之0 所以如果你们不质疑 正方的一个所谓的 研究数据的话 它确实就是一个接近 百分之80%的 结构性存款的收益 就算不是6亿 可能是5亿或者4亿 所以在这点上 反方的动摇 相对比较华力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远然的场面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要投资的人 或者一个自营企业的人 那正方非常 加持着告诉我说 你把钱存过来 我们只有6亿 你现在亏这么惨 只有6亿可以止血 然后反方告诉我说 你要有用户 亏再多点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能有广告费 有十几亿 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告诉你 这反正你们没有告诉我 是怎么算的 包括你有广告也是非常的神奇 就是杭州面的广告 我觉得大家以后查数据的时候 还经过一下尝试 你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都说了 杭州的公共自行车上 显为人知 却有4千万的广告费 那是个广告会协议主 你是协议主 你投的不心肯 然后你还告诉我 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 我们至少有十几亿 就对我听完之后 整个人感觉是非常的 嗯 不知道我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 更多不是辩论的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题目的特律 今天产生 大家采用了特别的原因 厂上呈现出的更多是数据之常 然后在数据的呈现上 我觉得今天的正方能处理的好脸 所以我都给大家看看 谢谢 感谢 有请赵子的评委 感谢修阳评委的精彩点评 我特别给反方说两句话 这个题目呢 对反方反方想要是比较长的 因为现在那个故障单车呢 特别给这两家巨城 他收押金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想要想把钱从人家都给人拿出来 是不太容易的 反方准备的也很容易 我们在下边也在讨论 反方这个立场 如果没有扎实的财务的基础 这种的工程和法学的知识呢 想打赢这个遍体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而且呢正方的脚啊 正方实际上在探讨的是什么呢 是应当允许这些共享单车企业 合理的收取一部分押金 合理的进行一部分资金的配预 所以他这个立场啊 所以你很难通得过 他是站在一个市场监管中的一个教授在谈 你们呢是在讲 这个反方在讲什么呢 在讲那些共享单车企业 他不收押金 也能收取的 也大概能赚钱 这样的话呢 就在这个立场上面有的很很大的劣势 本身电梯也非常劣势 所以想用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准备的还是很好的 嗯 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用 但是要用于去挖掘这背后的财务 真容和法学的一些有力的支撑点才可以 谢谢 感谢有请王兴听委 这个题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也自己也做过一些研究 也通过很多变速赛 关于这个题 有很多对我的切肉点是法学家视角 有的切肉点是金融专家 风控专家的视角 今天我第一次听会计师视角 这个视角 其实郑方的整个利润的工具就是 因为大部分讨论这个题的情况 不会去算账 大家都觉得赚钱 所以郑方今天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 我直接讨论它的整个风控 就是郑方就理所当然 大家我都是这样认为 我的直觉是理所当然认为 收约金 你不是收约金 能赚那么多钱 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困执住别出事 郑方的整个理论就是依据这个展开的 为什么说 这也是现在是很好的主流方向 咱们选择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个简直偏风的论 我不知道你们是直观感受吗 还是觉得法学和金融小处学的视角 大学比较困难 当然你这么打 从这个论证的 从这个辩论的角度来看 你选择一条这个地域模式 就很难 因为你知道打辩论的时候想给人算账 尤其是这个听众 你知道这种快速的算账这件事 最要做下来心情气和动 我可以把你写一写 而且这个题变量也非常多 你要控制各种变量 各种变量的 而且你很难拿到没有变量污染的数据 肯定都有 你要把数据中的变量控制度 给人算成账来 还要说服 让大家不只要接收到 还要受到对方各种制约的干扰 在辩论上 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地方 我其实我自己没有选 没有引起选这种 有什么的题外想的这种 但我觉得我算不明白 像这个题 其实法律的进行要求很多事情可以讲 包括今天这方面都有谜 第一个说是租赁行业 第二个变成担保法 就是质押关系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质押就是他欠我钱 把车押到这儿了 租赁是我借他车 我把钱押心押在他那儿 这完全有法律关系 你们就一会儿 第一点叫租赁行业 我肯定比较敏感 我一听我是执蒙 执蒙的那些人 整个这个合法性上是非常混乱的 你要说 很多常见打法是肩押 还是押金 那我用完不退给我 就单次退华 这是常见的租赁行业 然后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法律上有点有点瑕疵 然后你拿个单网把他抢制压 这个瑕疵更大 不是借贷的关系 没有债务 所以法律上心里没有 如果你们懂的话 就是这个题 你们先棋查一下的话 其实是 就算体系外的反驳 也是挺有效的 也就是对方论理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 事件要算账的问题 先第一点就是 关于押金的火费 就是实际上啊 反方在确定 因为后来整个场面都被反方带走了 因为正方的完全没有 正方你的整个论理 完全不必要用 因为他打出你的前提 这东西好 我们才要说 大家要控制和控制 所以既然正方论整个没展开 在反方论理讨论 第一点你们讨论的是 想削弱 还是给押金的利盒 就是押金的利益 能不能这样留意啊 其实这点 刚才大家说得很细了 我不再这说 这点你的削弱 是很有限的 而且很多东西和 我们的尝试也比较提出 包括结构性存款 能不能退到 这种 这都是很常识的东西 而且你用最坏的情况 来比较算账 这大多数集对 然后最后你看 你没多少钱 就是用最坏的情况 来算账 这个顺利率不要 第一 因为按照现在的 尤其是你摩拜欧后的状况 大家都退押金 就算你不收押金 大家都卸在你的软件 你也完蛋 和大家都退押金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放弃使用你的产品了 这个威胁 不属于任何地方 就是这种极端情况 来做削弱 你们自己可能也认为 不是很有益 所以这儿着墨不是很多 关键还在第二点 就是 这儿就是体现你们不只要算账 而想要一个超逻辑界的算账 第一个逻辑界是你们要算用物量 是否要增长 是否一定增长 这儿其实就很先宜 第一个数据问题 刚才杨老师和赵老师也很细了 你们这数据的彩性 对方给你们明确的变量的提出 我觉得这点尤其是这方二叶那位姑娘 他非常的敏锐 呃 你们一提那个什么什么单车 马到头的那个 一提他马上在第一个质量里 就开始提出了变量的变化 他说你的铺车辆 你的价格就两元月卡 什么都有 你的变量都没有控制 这个你们要第一时间给出明确回应 这是你们 这是你们最知名的数据 这是最当 是你们核心数据就算了16亿 里面这40% 用户量多少%是第一步前提 你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变量排除掉 后来我听到你们说 他的变量没变 这个就是事实清楚了 双方也没给我讲 到底我没有变 单车铺车辆没有加 这个两元月卡是否它变成了 这个独处一致的 别人都取消了 这个我都没有听到 这个东西对你反正比较要命 你们要说清楚 对方说清楚了变量是什么 你只要告诉我这个变量 没有 是对方变道数据 事实出现错误 还是变量认识错误 你只要告诉我 你只说一句没变量 我盖不到 这是一个用户量上升的一层削弱 第二层削弱 刚才评论也点了 就是激发信用的问题 这个我也深刻怀疑 650分是否真的比押金很卡要低 然后后面就是 就算变量成立涨了40% 这个钱是否赚得更多 这又是一个数学题 又要算 就涉及到比如编地效应地减的问题 这些大的企业 摩拜OFO 你就算不收押金 能不能涨了一次 能涨多少 能不能抗扰掉我 是那6亿块钱 这完全没法算 很难算 你就算算一个小单车公司 在一个TQ性的单车公司才好算 这几个巨头 你真没法说 它这个数据和整个计算模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和小单车公司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开过手压金之后 这个巨大的压金退华 整个操作模式 它面对的都不一样 所以 所以 今天这个 我坐在这儿 编语你们算账的 这个整个的体系啊 我觉得 选活的时候 可能考虑的太单薄了一些 所以困难于付极的不太足 所以以后 既然要选 如果真的要选这么难的一条辩论制度的话 建议 第一是建议带话挥白 写一写 要不挥不上 第二是建议你把整个要命的数据 都一步一步做 逻辑链选择一个正常的逻辑链 每一步的要命都你都做出 既然反方 正方没有给你哪一条链 真的彻底给你打断 但是他的质疑 每一条都足够有力 所以这就你们很麻烦 你们在不停地论证 对方只需要不停地丢问题 就算你证得清楚 场面会很完备 而评论不一定的 所以这是很大的有风险 以后不建议选的这种方式 好的 再一次感谢三位评委老师的数票 通过评委老师的陈述 相信大家对电题也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下面我们有请各位听伤老师投出决胜票 我们将综合缓解票 映像票决胜票三个缓解 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同时投票决定本场比赛 最佳辩论最佳辩论的位数 有请评委对席 返回到座位上投票 请变手重新回到台上 下面我们将进入到观众提问环节 台下的观众如果对门场比赛有任何疑问 可以举手示意向台上和任意变手进行提问 有请 我想请问一下广告同学 就是你们今天谈论的广告的收入等等等等 其实算是总体的量 就是所有它的所有用户量带来的收入 但是其实你们的理由应该是增量的 就是现状下的广告收入之类的 应该是归属到双方的意义上 然后你的省息上的40% 那个 我们跟大家讲有没有提示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首先是说租金 那个那一部分租金 可能刚才PV也讲的 我们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借着机会给您简说一下 就是我们是7万多用户 然后一个人一周只要他骑一次车 然后一次车是一块钱 然后如果是40%的减确的话 那这里40%还有3000万 然后如果算出来的话 然后账上是14.40米 然后这是这个数据的算法 然后后面您说的就是关于广告 以及大数据的营销 我们也是说得到的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40%的用户的这个量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用户小的量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就是即使是算40% 我们认为这个蔚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益 因为就是不愿是大数据的 希望把是网上做的 他的都需要就是我们一个用户系组 作为保障 谢谢 让TV的同学可以继续举手示意 加入华语乐乐世界杯 参与凤凰网最强变手线下排选 小苗手中二维码 报名称为最强变手 或者为最强的那个他 努力加油 同时还可以登陆关东微博 观看赛事全程直播 学车上海架平安行天下 海天下校写手大学生平安出行 敏于知 长于变 网易蜗牛服输和变手一起用时间 出真知 同时感谢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 AEPC未来之声 巧酷咖啡和活动型 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 下面将进入本场比赛 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我将公布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及最佳变手 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跳 和决胜跳跳出结枉下 环节跳 赵紫菲评委将环节跳投给了正方 梁秋阳评委将环节跳投给了正方 王兴评委将环节跳投给了正方 决胜跳 赵紫菲评委投给了正方 梁秋阳评委投给了正方 王兴评委投给了正方 最终的比分为 正方9分比反方0分 同时最佳变手为反方三变 王明 恭喜 恭喜正方 本场比赛到此结束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太有趣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